那么今天在我们对面的三扇门中呢 是不同的朋友 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 他们都跟西游记肯定有关 但是呢 未必是你很熟悉的人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是共同来怀念一个人 熟悉你肯定熟悉 因为他们在角色里边 这个完成的任务过程当中 也许没有跟你直接交际过 但是那部作品你肯定熟悉 那也不一定是演员 演员 王老师 你别管他往沟里带 来来来 请到这里来 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允许大来宾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该嘉宾此时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访 你有机会先选择 你要见几号门的嘉宾 我先选三号 亲爱的 你有五次提问的机会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男的女的 男的 您现在大概其余有多大岁数 第二个问题 年龄 他肯定在想 213岁 213岁 他说的是角色的年龄 有可能 有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哪个角色 他活了213 我确实没想起来 213岁 那我估计他肯定是演的角色的岁数 你在第几集里面演的角色 小姐 第四集 他们都曾在第四集出现过 我没看过 那你问这问题 你没看过 你没看过你问第几集干嘛呢 你这智商也就基本上是蒋大维了 我看 第四集是什么呀 求困五行山 等会观众都猜出来了 求困五行山那个 我们演完戏又见过面吗 我们见过嘛 好 对 见过 看来还是熟悉的人 看来是你的熟人 李老师请你注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现在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猜不出来 你身边将会出现各种颜色的东西 往你身上喷 我们录节目见的 还是那个饭桌上见的 这个问题 看来你经常有饭局是吧 录节目的时候 录节目的时候 男的 213岁 第四集是不是已经有那个白龙马 请问您认为是谁 现在请说出答案 向汉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在修机当中扮演过 不是扮演过一个角色 那么李玲玉猜的对吗 喷水器准备 五四三二一 请打开大门 回答错误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老子不像样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年纪最大的是如来吗 如来 对 你还记得这位如来吗 虽然在西游剧中出现的不是最多 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看他的剧中的造型 如来老师 您这跟现在这个感觉 我觉得好像 这真的这形象一直都在我们心中 一直都是这样的 当时您这头发是怎么弄的呀 带来了 带来了 天哪 哎呦哎呦哎呦还真是 哦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哎呀一带就是 哦看看啊看看 哇 明今年高寿了啊 79岁 哎呀哈哈哈哈 因为演了如来 你所以80岁的人了都看不出来 你你你给你自己的年龄有一个预估没有 你估到啊 预估过 估到 150岁我这儿等你 哈哈哈 哎你看一笑啊 还真的有这个如来的样子啊 对对对적 化筒有点掉哈 把要不摘了吧帽子 好 这个这个造型是哪位老师给您弄的呀 为是别着急呀 如来佛的头发是我给整理好的 哈哈哈 是我国著名的化妆师 王西东老师 西游记得以前 应该是他们设计的 都是 上网西东老师 他在选演员的时候 他就看了我 在说 他们都在下边坐着 他看 他说你看 前庭饱满 地过方圆 鼻子壁直 嘴像刀刻的一样 完全是佛像 哇